严害防治法新规定2009年开始 严捐调涨为最多20元 上路至今6年来 根据卫福部国建署资料显示 吸烟人口已经减少89万人 18岁成年人吸烟率 从2008年的21.9%到2004年 下降至16.4% 而在当中18到29岁 降低超过三分之一 有39.7% 另外65岁以上降幅则近一半 有46.1% 两个年龄层是降幅最大 古建署则表示 吸烟人数减少 确实与烟菌调涨有关 18到29岁主要是收到 我们的这个烟架的 这个上升它会比较敏感 同时我们提供免费的戒烟 对于经济力比较弱的人 也有帮助 那65岁以上呢 通常健康已经出现警讯 那我们透过烟架 以及我们在医疗单位 全面的提供二代戒烟 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古建署书长邱淑提也表示 将来持续推动调涨 烟菌从原先20元增至40元 烟税则从11.3元涨到16.3元 来降低国人吸烟率 并坚决反对电子烟 纳入烟害防治法 因为电子烟含有毒性 恐比顶心毒油毒上1000倍 在台湾所有的电子烟都是违法的 而且都验出来有成瘾性的物质 所以吸电子烟这个毒啊 比那个顶心毒油还毒1000倍以上 这些使用或者是持有 或者是贩售电子烟 这个是触犯了要事法的规定 也涉及刑则 未来国民健康署将继续加强 警示图文面积扩大 烟价调涨 起办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0% 在2015年降至15% 而到2020年能够降至10% 达到10年吸烟率减半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在台北市采访报道